记者曾来强嘉义报道,嘉义县逐其警方9月在云林县斗六市查获阿妈及毒虫时,发现其背后有人供应毒品精追查,跟监索地云林县一对情侣涉有重嫌,使其日前往云县斗南镇一处汽车旅馆攻坚,涉嫌卖毒的刘信男子被逮时只穿一条内裤与女友在房间看电视, 警方还请他穿上裤子,开始在房内搜查,果然起出海洛因,罕见的马飞钉等毒品,警方调查,留性男子,44岁,无性女子,36岁,未规逼警方查气,均以汽车旅馆为家,每天前往不同的汽车旅馆居住,意图扰乱警方的追气方向,警方共查获19包海洛因,33,76公克, 13包安非他命,31,74公克,两颗马飞钉,11,5颗Fm两,一个电子棒称,一支玻璃球管,其中马飞钉属医疗管制药品,是癌末病人使用来减除重度疼痛,流行对马飞钉来源交代不清,警方持续追查药品来源是否仍有其他不法行为, 这对毒云洋昨天由逐起警分局与斗南警分局警方查气到案后,巫女人坚称没吸毒也没贩毒,但人小声向警方说,男友每次适用毒品时,自己会不小心在旁边吸到一些些空气,警方认为巫女说,此事为了规避行则,才避重就轻,两人都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,以宋云林地发检署侦办。 1.2.3